每日灵修清静主活在基督里 主后2019年3月4日 主耶稣啊 我要用心灵与诚实敬拜你 我要存谦卑顺服的心 可慕的心与你相交 感谢主赐给我生命气息 感谢主每天扶持我 引导我走一路 我赞美你是慈爱的主 信实的主 圣洁公义的主 大而可畏的主 我要敬畏你 听从你 遵你的名为圣 我把我的重担忧虑 谢给主 求主断开 一切仇敌及环境的压制 求主除掉我里面肉体 老我 情欲的压制 赦免我被盗的罪 求主耶稣 用今天圣经的华 光照我 赐给我基督内住的生命 赐给我永生的生命 我要存爱主的心 来跟随主 靠耶稣的名 阿们 十篇 第三十四篇 十八到二十二节 耶和华 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 拯救灵性痛悔的人 义人多有苦难 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 又保全他一生的骨头 连一根也不折断 恶必害死恶人 恨恶义人的 必被定罪 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 凡投靠他的 必不自定罪 主耶稣 求你光照我 帮助我灵性痛悔 主耶稣啊 我要投靠你 学习做神中心的仆人 靠耶稣的名 阿们 救主耶稣 在释迦舍里 流出宝血 将我追悉君 若不留心 罪再还不期 荣耀归主义 箴言 第十八章 第十六节 人的礼物 为他开路 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 人的礼物 为他开路 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 主耶稣 我愿将自己 做圣洁的活祭 献给主 主耶稣啊 求你为我开路 引我到天父的面前 靠耶稣的名 阿们 《荣耀归主义》 《荣耀归主义》 救主宝血 将我追悉君 《荣耀归主义》 《马太福音》 第二十六章 十四到十六节 当下 十二门徒里 有一个称为 加略人犹大的 去见祭司长 说 我把他交给你们 你们愿意 给我多少钱 他们就给了他 三十块钱 从那时候 他就找机会 要把耶稣交给他们 主耶稣 求你帮助我 不要为了三十块钱 将自己卖给不义 主耶稣啊 求你开启我的心 使我知道珍惜主的同在 靠耶稣的名 阿们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世家在前头 世界在背后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